繼續回到我們即場交流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換了是我們研究部副經理直搖輝 Stanley 你好 都要呼籲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 隨時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804-6566 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這一節想和Stanley談談內地的電商股 今日中移動創新高 一定說了很多次 不如我們探討整個版塊 先講聯通 這一隻在銷售策略方面也是最進取的 都看到他在3月份的時候 他在浙江推出過3元的月費 任打隨意打 這個月費非常進取 但想問一下你 他們管理層說到 今年的焦點不是客戶的增長 反而是最主要在盈利收入方面 如果他真的那麼便宜 那麼進取的話 對他們的Abu壓力都很大 其實你說公司以盈利去做一個目標 我自己就不會認同 你見到他現在做的任何一些 施行策略 似乎都對Abu影響相對比較大 究竟他會否以量取性 這個暫時都要再觀察 但只不過隨意打的情況 在浙江省方面 其實已經是 初步看資料的話 其實已經是中止了這個做法 但只不過 隨意打這個概念 其實就見到聯通 在其他的省份身上 都是不斷想做這件事 所以變成是否想爭客 究竟是想爭客 還是想吸引一些 或者是在盈利方面 做得比較好 我都覺得是似乎 以想爭客居多 因為事實上 除了隨意打這件事件 有些最新的消息 都說到聯通方面 可能會有三書的預付卡 而且我今天只不過是20元 最新的報告都說是20元 所以這方面 變相令你3G的Abu 似乎進一步有一個比較大的回調 事實上 這些預付卡本身有個比較好的地方 如果你是一個月費計劃的話 多時你都有手機的補貼 因為可能你的月費計劃本身 都包括送上手機 這方面會有一些手機補貼 現在好像付費卡 每個月的形式 這方面的開支是少了 這是正常的 但只不過 現在要做這些行動 我除了覺得是搶客之外 都真的想不到 如果用盈利比例來計 我覺得真的不只是以盈利比例 做了基礎 所以我會覺得 雖然你說現在內地方面 三書的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 你說開始用這些價格戰去搶客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你看看其他的公司 譬如說好像夜中移動也好 夜中電信也好 你說現在本身 大家的月費計劃 都是不斷下調 甚至乎 你看看聯通為例 聯通本身 這麼多公司 是第一間 在內地方面推出三書服務 其實當時 我印象中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月費的range 是很大的 最貴的計劃 有1700元人民幣一個月 但現在基本上 都減到八百零元一個月 當然如果那個月費 這麼高昂的話 它本身的服務 都是比較多 只不過都反映到 就是本身 在月費方面 是有下調的空間存在住 所以隨著你說三書方面 開始是越來普及 變成一些月費計劃 可能將一些2G的客戶 轉向三書 其實這個做法 我覺得是正常的 好啊 我見到三間的電訊商 其實他們真的搶得很厲害 是的 在四月份的時候 都見到中移動方面 就說是免費送些資料給客戶 就是去搶一些3G客戶 而剛剛五月份 中電訊方面 又推了一個什麼 十送一的iPhone 他們就說 主要想供商業的客戶 其實差得這麼厲害 就是有沒有肉食 因為本身你說 就是電訊這個行業 最主要就是 就是首要的地方 就是 吸引到客戶回來 還有就是 你的服務方面 基本上只會是越來越多 如果你是按照一些經驗 所以變相 如果你吸引到客戶回來 之後 它的用量 或者ARPU 尤其是2G 算到3G ARPU 的確是有機會上升 這是一個比較直接的情況 但是對於個別公司 你說蓋電訊的方式 我自己又覺得 好像中電訊為例 其實你看看 他現在用十送一的iPhone 這個策略 我自己就真的都不太認同 本身你說iPhone iPhone 4s iPhone這些產品 其實補貼都相對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再用這些策略的話 變相對公司的盈利 其實是 我都說笑 一定是會帶來一個比較負面的影響 尤其是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其實本身 你說 我覺得iPhone 內地方面 iPhone這個爆發期 其實沒有程度上 已經是有些改氣 你想想第一步的時間 中聯通 就是食證了這個浪 但是你說這個 中電訊做 其實變相是隱而人有的 但是對它實際的幫助有多大 其實我覺得 當然要看公司 在資料的時間 公布出來的數據 看看3G的上有量 有沒有明顯的改善 但如果你看看3月份的數據 其實那個表現 其實是沒有特別的 不是特別的 反而有倒退 才會出現了 所以變成我會得了 中電訊 我一直以來都覺得 它的表現上 在純粹以3G上去發展 似乎做得比較一般 但是中電驗動本身 當然 3G方面也是 你又是面對中聯通 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但只不過現在使用的焦點 基本上已經把這個 在中聯同4G的發展身上 所以在3G上的表現 我覺得 反而我覺得 會是其次 當然 4G現在仍然 都在炒一個 概念居多 最主要 就是4G 現在開始在香港 推出 內地方面 譬如深圳 韓州等地方 其實是在測試 但是 你說 什麼時候可以到普及的地步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快 一來 網站方面 一些基建 是要做一些調整 其次 就是本身 現在 當前 你說4G的手機 即是中端 其實都真的 做量是不多 而且加上 那部機的費用 相對比較高 所以 變相 可以做到現在3G 普及的話 有個先決條件 一定的中端機 一定的價格 是不可以太高 就像現在3G 那樣 它是千多元 亦都吸引到 比較多的上壓量 所以你說 對中端庸 現在4G 我又不可以說 遙不可及 只不過 在短期內 對公司的幫助 其實都真的不大 但只不過 到4G發展 到現在 到現在 大家都對它 業務的發展 有比較大的憧憬 再一上 就是防守升降 比較強 所以以致股價 近來比較相對 比較不錯的表現 我自己都認為 你說 重新回來 但中端庸的前景 似乎都記得 大家是看好的 尤其是4G方面 所以 如果以今年的表現上 我都覺得中端庸 應該是可以說 是略勝一籌 而今年裏面 股價 變成紅底股的機會 我覺得都相對比較大的 好 因為不夠時間 或者我們稍後 可以再分析一下 中端庸方面的股價 近來來說 看到它創了半年的新低 是 看到它盈利方面 都有下跌的情況 是的 或者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 可以繼續探討內地電信股 也有消息 講到三網去融合 或者Stanley 我們稍後再談這個問題 休息一會 家庭觀眾 如果想參與我們的對話 又或者問Stanley 任何的股價問題 隨時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就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大事方面 最新是跌120點 去到20210點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Stanley在這裡